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曾正强 那今天再来谈台北教育指数之前 我们现在谈大陆股市 为什么要先来谈大陆股市呢 因为今天正好是有带会朋友去买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上证二叉 今天差不多买在这个位置 到时候看起来有点高 但是现在看来 露营的时间是在下午差不多3点左右的时间 目前的上海综合指数上涨5个百分点 这边啊 006336 我们今天买在这个位置 明天就等着看 那当然 我还是再一次的强调 今天台北家全指数上涨的108点 昨天盘中 昨天哦 很多投资朋友在担心害怕 因为前天的美股再度的大跌 沙尾盘 再度的大跌沙尾盘 很多的投资朋友又再次的担心跟害怕 但是在昨天正好是 节目当中已经告诉你 你这时间就是要买到对的股票 那今天 整个台湾加全指数 上涨108点 成交量再一次的1000亿以上 老师朋友啊 这几天的时间 今天赵老师一直跟各位讲 我是从9400点一路放空下来 一路放空下来 那到了上个礼拜四 上个礼拜五 8月21号 正式把所有会员朋友手上的空单 是全数获利回补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正好是在这个礼拜一的时间 请所有人 甚至在会员朋友的部分 请所有的观众朋友 以及我们广播的听众朋友 要有胆势 进场勇于沉浸 现在回过头来看 今天指数 已经连续大涨三天 连续大涨的三天 低点到高点 涨幅超过600点 礼拜一在这个位置 礼拜一叫你要有胆势去买 对还是不对 欸 投资朋友 我们是从9400点一路空下来的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正好是在礼拜一的时候 叫你一定要买股票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正好是在上个礼拜四 礼拜五的时候 把会员朋友手上的所有空单 全数获利回补 还特别在礼拜二的时间 正好是还特别在我们广播节目当中 特别交代 所有的听众 你资料一定要来拿 做多的资料 反弹即先锋 业内抢黄金 那时候我们在广播节目 特别跟各位强调 强调省 你不要等到指数大涨三天 散户不请自然的时候才说要来买股票 今天果然今天整个很多的早上盘中的这个联系媒体啊 很多的主播一直在讲说今天这个指数已经大涨三天了 散户会不会不请自然 我告诉各位 我们今天有做获利调节的动作 把那个涨了二十几%的 短线上三天的时间涨了二十几%的 先获利调节 那手上所有会员朋友 手上只留下一档 除了刚刚上这个二XETF的之外 剩下只留下一档 目前涨停锁死 盘中十点多涨停锁死到尾盘的 一档股票而已 这档股票就在资料当中 如果你已经拿到手的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 它非常的漂亮 目前整个获利上来说 因为它锁死了 张老师就不公开 因为公开之后 我明天很可能有可能开高就慢 但是重点是 当然我们提醒各位 很多的时候 很多投资朋友 他看股票看不懂 那往往在这波受伤 受伤的很重 这波很多投资朋友 我们在这边做放空 避险一路下来 很多投资朋友 很害怕很担心 因为一路 一路很多的死多头的讯息 叫你一定要买股票 但是你看张老师的节目 你收听张老师的节目 或者是你按照 我们会没有的操作讯息来说 我们从九千四开始空 空下来 不管到九千也好 八千七也好 八千五也好 到八千张老师还在空 你去想想看 回想过去 在八千五的时候 有多少人一直叫你 有多少的节目 一直叫你 有多少的讯息 一直叫你去买股票 唯独就曾志祥 张老师一直叫各位 你一定要采取避险空单 等到这个礼拜一 我们正式翻多 我相信你都很清楚 我还是再一次的请教各位 请你去思考看看 为什么张老师的节目 没有跟你谈什么基本面 没有跟你谈什么技术面 也没有跟你谈什么重码面 但是为什么张老师能够在礼拜一的时间 带着所有会员没有 上个礼拜五正式翻 这个正式回补所有的空单之后 礼拜一正式翻多 而且节目上面直接预告 然后到现在为止 连续整个指数啊 大涨三天之后 我们今天先暂时获利了解 很多看技术面的看不懂 八千五百一点的时候 说这个指数负买力过大 离季线负买力过大 按波浪道士理论来说 应该要反弹 我说过了 都只是应该 我常常在讲很多的时候 股票市场很简单 很简单的意思就是 有资金 股价就会涨 有部位的 要卖 股价就会跌 所以我常常在讲千线万线 不如无线就是这个意思 张老师也常常说 常常跟一些业内的这个操盘经营人在沟通 特别是在礼拜一的时候 他们很紧张 因为有些路位 面临到一个所谓城市的停属 我跟他讲说 你这个时间点 你还不买股票 你要做什么 他说自营商 自营商的经营 这个操盘人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事先讲到事前 那先前两天的时间 我也跟各位说过 接下来是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短短三天的时间内 指数大涨六个百分点 昨天道琼工业指数 还大涨六百点 那你认为 这是不是报复性的反弹 那当然我们刚刚也提到 提到什么 今天我们带着所有欢迎朋友 今天早上开盘指数在震荡的时候 我们陆续的去做获利了结的动作 把先前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连续性买进的股票 在短线上涨超过百分之二十的 我们先全数获利了结 只留下那一档涨停锁住的股票 明天开高我可能就会直接卖 因为面临到短压 意思就是要告诉各位什么 如果说您是今天才开始要后知后觉去买股票的 那真的很后知后觉 因为你看了技术面 你认为它五日线过了 你认为稍微稳定了 你现在去买 其实都已经落后我们三天的时间 都已经落后绩效二十个百分点以上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接下来指数震荡过后 我们接下来要看国安基金的表现 看他有没有办法真正的搁到外资 而国安基金的发言呢 我说过 说一句实在话 他昨天做错了一件事情 我这边针对的不是指数 他做错了什么事情呢 他说在跟记者讲 昨天的盘中跟记者讲说 国安基金今天就进场 那结果说完之后被外资倒货 被自营商倒货 不是傻瓜吗 股票市场是敌案五名 敌案五名 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把自己弄成敌民我案呢 敌案五名你一定输的嘛 你说你要进场 那当然人家到货给你 所以接下来指数 在遇到反压之后 他要进入一个所谓的震荡 那在震荡的时候呢 接下来这些所有套牢的 没有跟着我们一起空下来的 他势必会去采取什么 看到指数震荡 稍微震荡跌下来他会紧张 认为谈不上去了想要卖 跌下来更多 认为谈不上去了更想要卖 跌到7203点附近的时候 这些人全部都想要卖 因为认为会在破底 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国安基金已经说出口了 下面他必须要有铁板 除非整个全球股市再一次的崩盘 但是我刚刚张老师一开始 就在节目的一开始告诉各位 今天我们去买上证二叉 在盘中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大陆股市 在盘后 我们收盘之后了 那最后目前的大涨五个百分点以上 我们先看了明天会先观察 一定是带会朋友 先看我们今天所买的上证二叉 明天会不会直接开盘大涨 这个八个百分点 那当然接下来的重点还是在于 指数震荡过后 接下来进入震荡期 因为短线急涨 他势必要进入震荡 因为他面临两方面的卖压 第一个短线跟我们一样 要获利了结的 礼拜一买的 礼拜二买的 礼拜三买的部位 今天是礼拜四 我们势必会先做惠例调节的动作 那压回看一下国安基金的状况 是不是能够真正守住一个所谓的铁板 去化解这些上面套牢的压力 他有两种走法 第一个就是我们认为 比较机会比较大的 压回去做震荡 第二种 比较可能 这个机会比较小的 就是直接拉过去 突破反压 形成一个所谓V型反转 幼此 这个所谓的外资借券的 嘎空 这机会是比较小 但是如果关基金愿意把所有钱圈抠进去 当然会有机会 那这样子也可以化解 这些上面套牢的散户 我认为这个指数还要谈 先不要卖好了 这是短线上的看法 短线上进入震荡 押回去找买点 迎接接下来报复性的反弹 但是你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更特别记得一个重点 我刚刚所讲的都是一个所谓短线上的操作 不管是这几天的时间 我们所带会让朋友 所做的这二十几趴的先今天先获利下车之外 更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情是 老子朋友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你最近是不是不敢跟家人说你买什么股票 或者是您的另一半在问您说您最近操作的如何 你都不敢说 最近这两个月以来是不是每天看的股票很痛苦 如果有这样子的情况 表示您过去可能操作的习惯不太好 只会做多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 只好是一定要给各位忠心的建议 因为毕竟这个指数 它是一个长期的空头格局 季线向下是一个所谓的中空 季线向下是一个所谓的中空 意思就是要告诉各位 刚刚我们所说了 短线上因为指数跌的太过于夸张 很多个股跌的太过于夸张 指数国安基金救 个股公司自己救或者是业内帮忙救之外 它会产生一个短线上的报复性反弹 可能也许指数谈到八以上八字头以上 但是重点是谈完之后 如果说您过去所收到的讯息 都是没有跟我们一样 是从9400点空 8000点 这个9000再空 8700空 8500空 8300再空 一路这样空下来的 如果说您当时我们在空的时候 您所收到的讯息 都是一路买进 逢低拉回家嘛 逢低摊平 我告诉你这样的讯息 不留也罢 因为短线上或许指数在谈的时候 这样子的讯息或许会对 这样子的操作短线上或许会对 但是到了后面 整个报复性反弹结束之后 指数回到八字头左右的位置之后 而这朋友 你认为史多楼的习惯 接下来会带你放空吗 不可能嘛 因为那是一种操作习惯 指数从9400跌到了 跌到了7200点 2200点都不做空了 那接下来反弹结束的逃命 那样子的讯息跟操作 会带你去做顺势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投资朋友 如果说今天您过去的操作习惯 是 是不是只会死多头 或者是 一直逆势操作的 这样是真的中心的建议各位 你要赶快利用这一次反弹的机会 去学着 如何顺势操作 去学着如何在反弹结束过后的逃命 去做避险的空弹 这是我们对于中期的看法 短期报复性的反弹 中期长空格局继续 中期就是逃命 讲很坦白就是如此 所以整体来说 投资朋友 我们策略给各位给的非常清楚 那接下来投资朋友 你自己要去做出决定 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做出你要不要改变你 过去赔钱的操作习惯的 这样子的决定 如果说您过去所收到的讯息 都是死多头 不懂得停利停损 一路杀下来 一路跌一路买的 那样子的讯息 请你直接换掉 因为那个没有用 因为弹上去之后 只会再杀下来 逃命的时候 他也不会带你赚钱 这朋友 赵老师讲的很坦白 那如果说您有任何需要的 赵老师 特别请各位 请你跳槽过来 请你带枪投靠过来 请你跳槽过来之外 赵老师成本 会全面帮你去做一个吸收 会期上的吸收 各位到这边 那今天 我们的整个结论很清楚 就如前几天 我们对大盘的规划 非常非常的清楚 整个市场在恐慌心沙盘的时候 整个历史上 创下一个最大的跌幅的时候 赵老师当天先告诉你 你要有胆势 要有勇气 要有勇气 跟着我们会员没有一样 当天去买股票 那因为我们先前 上个礼拜四礼拜五 已经把空单全数 获利回补 所以现在是有资金 很多的资金 可以买股票的 但是如果说 您先前是一路套下来 那当然相信 你在低档的时候 没有办法买到 买到那么多的部位 但是没有关系 过去的错误 我们不要让它 一再一再的发生 过去那种错误的讯息 史多头的讯息 我们不要让这种错误 一再一再的 让它影响到 我们自己的生活 不是吗 我们来股票市场 就是来赚钱的 所以说 今天 倒是要请各位 一定要了解 我们持股最多 就是三档 最多就是三档 目前 上证二叉 以及一档今天 所有朋友 涨停的 锁住的股票 就这么简单 因为要做资金严格控管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先掌握住反弹的 报复性反弹 再掌握住逃命之后的空点 到这结论都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所以到这边要 要改变 就请今天开始 要赚钱 你先把 过去错误的操作习惯 会让你赔钱的操作习惯 好好的想一下 如果过去一直在赔钱 你要思考一下 为什么会一直赔钱 如果过去 没有操作的很顺 那你想要未来 就操作的顺的话 或者是未来 想要顺势交易的话 请就从今天开始 欢迎各位跳槽 成本张老师 全面帮各位吸收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